客户的接待量是逐年在上升 尤其是冬奥会申办下来之后 滑雪客人的消费热情就更高了 相对于来我们家儿童市场 增长率要一年比一年有增长 由于近两年咱们的客户数量也在增长 今年我们的教练团队 已经由原来的180人增长 到了现在的260人左右 就是我们附近的村民 他有在旁边开一些店 他租服装 租滑雪的服装 确实带动了周边农民的一些收入 进入冬奥周期以后 一个是人民群众的认识开始有了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说 国家的支持力度也开始多了 经营状况开始有所好转 我们可以从各个方面看到 第一个是各个区 然后各个学校 他们都会主动的来这里体验啊 或者训练啊等等 在北京的这个发展的过程中 我们也是踩在了这个政策福利上吧 如见发展到现在一共已经拥有 在北京是五座冰场 然后七块冰店 目前公司的全体员工数量 大概是在一百多人 冰场总体会员数是达到两千余人 我建议的这个发展 在北京的新疗中心里面 我们现在的新疗中心里面 在北京的新疗中心里面 在北京的新疗中心里面